《曲山寺》 有些人喜歡寫日記 Any时? 有些人喜歡寫一本書寫故事 我比較不懂寫字 我就用拍照的方式記錄下我現在無液的事 我叫 Leo Kwok 我是一個老公 我是兩個小朋友的爸爸 我正職是做Graph Design 是一個Branding Consultant 拍照是我的嗜好 興趣之餘 每張照片希望是很啟發性的 很有一個故事 我印象中 我小時候 當年代是少一些車 但又是另一種空氣汇用 當時有很多基建 蓋樓、蓋地站、逐條蓋路 現在嚴重可能是香港發展得很成熟 高樓大廈人多車多 每一千米路有三百零六架車 排隊來走 每一千米路有三百條燕通噴人廢氣 馬路窄,樓又高 空氣在路上 雖然名字叫《Air》 但是說《Air Pollution》 最後的被困人都是人 我想 我用拍照人 我怎樣可以再說回這個故事 整個過程 我覺得做一套衣服是最難的 最初第一個想法就是 可不可以直接模特兒穿一套衣服 找助理員試過 原來完全不行 即是不可能 那就開始去 不如先做漂亮的衣服 做漂亮的衣服 拍好之後 拍完了 然後今天 我就叫模特兒上去 立即拍 做一些帖子 再去兩張照片 做《Vantage Ratchet》 其中一個模特兒是我老婆 她有個辦公室 都在中環 我看到中環的人是每天都在受罰這個問題 即是掩著嘴 走路 垃圾袋這個其實是外部 她真的在學校裏做一些清理工作 其中一個是我的助理員 因為以前我們公司都在旺角 人多車也有多小巴 有多車 她是其中一個對象 因為找她原來的華為 兩個小朋友其實是我的助理員的親戚 她們也有個問題發生的 每天上學放學 都是拿著毛巾 掩著鼻子 最後一個其實是我自己 經常出街拍照 其實我都是受害者之一 我也想要有些方法可以保護自己 每一套衣服 我想我都要三四天去做 因為有些衣服會快些 有些衣服會慢些 很整體性的感覺 很難做 一路都會改 一路都會改 我都參考過 一路都會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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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拍照最有趣的地方 就是一百分之一秒 到八千分之一秒裡面 可能你眨眼已經不見了 大家刻刺 那個時刻已經沒有了 你怎樣可以掌握那個時刻 而那個時刻可以告訴別人 一個很完整的故事 一個很震撼的故事 其實我想分享回我的想法 可能三年後的香港 和現在的香港人很不同 可能我走到見到想 我覺得很trash 我想我想看那個字是legacy 在那裡 有些人很震撼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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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待下 他們都會滾盡 有點震撼的故事